他掌握了5億的流量 是一個厲害的音樂公司大陶芸 妮妮這是一個氣質美女 感謝感謝 好啦 那我們就 蛤 什麼 師不宜遲 太誇張了 等一下 這是誰的 這是師傅的嗎 這是師傅的嗎 這有點難解釋 裡面所有都是很硬氣的東西 要換來一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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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先開一下嗎 大家好 我是屁屁某某 歡迎來到笨頻道的全新企劃 為什麼會有全新企劃呢 大家還記得我上一次幫Daddy洗車吧 直接洗出一個心得 洗車很愉快耶 直接精神石光屋 然後呢 因為我本身其實也是一個很喜歡車的人 車對於男生來說 是一個理想 也是夥伴 就像美麗浩一樣 所以每一個男人 跟車子應該都有一段 很棒 很溫馨 很感動的回憶 應該吧 嘿嘿嘿嘿嘿 多小多了解一下 男人跟車之間的連結 於是 開啟了全新企劃 一瓶如洗車企劃 欸名字很可愛吧 欸欸欸欸 好啦聽起來不是一個那麼 那麼磅礡的名字 但是應該 應該蠻可愛的吧 很有我的風格吧 就是這樣 那我們這個企劃 不會只有我 每一集 都會找一個大頭 大頭 我來幫她洗車喔 你有認識那麼多頭 應該拍個三集沒有問題 找不到怎麼辦 沒關係 現在我們第一集 第一集的來賓非常之厲害 她掌握了五億流量 是一個厲害的音樂公司大頭 歡迎她出場 歡迎我們的唯有音樂老闆台北建東 耶 大家好 我是建東 耶 真的是超級大咖 唯有音樂 不敢講 我這只是在客氣而已 那沒錯 那這就對了 台灣人戰術謙虛 好 我跟你講唯有音樂呢真的是非常厲害 旗下都有很知名的人 就是有分實況部門跟音樂部門 哎呀 有做功課耶 有做功課 第一次做節目很緊張嘛 沒錯 沒錯 余建東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那你覺得我跟志祺比起來是比較聰明的 現在一定要講建東 因為志祺她沒有開車她不會來這個節目 耶耶耶耶 那我來簡單介紹一下我們這個唯有音樂 旗下曾經有刺軌嘛 然後小烏烏這些都是突起的 然後音樂部門的話 都有參加過森林之王比賽對不對 很多 蠻多的 現在現役的藝人李子廷 李子廷 掌聲掌握武藝流量的男人 沒有沒有什麼武藝流量 都不是我 都是他們很厲害的 因為在戰術性謙虛了 那我們今天呢 我就會化身為你的洗車服務員 什麼好意思今天 那我們就一起刷吧 好啊好啊 OK啊 其實我平常自己是不洗車的 我都是去外面給人家洗 所以今天對我來講也是初體驗 真的假的難怪那麼亮啊 剛開來的時候 我真的是頭很痛你知道嗎 就這麼亮我洗什麼樣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就直接在潑醬油上去 沒關係外觀乾淨 裡面不一定乾淨 哇就跟我的這個人一樣 內心 我們都是金玉其外 污秽其中 好那我們就來第一步 我會先清內裝的部分 好啦啦今天就麻煩平平幫我洗一下 好的沒問題 欸 蛤怎麼了 吸 吸 吸一下 有跟師母知會過嗎 剛來之前我有跟他講說我要來找你 他說蛤是今天喔 感覺有點措手不及 跟他講說我們今天計畫是騎車 所以他大概腦袋裡面想的畫面是那種 泳裝辣妹 然後這邊 那沒有那沒有 我沒那麼辣 所以他現在應該是心驚膽跳的狀態 沒有啦我們還是很 平平正是一個氣質美女 感謝感謝 好啦那我們就 蛤什麼 失不宜辭 太誇 第一步清垃圾 我看一下裡面 欸這裡面真的太乾淨了啦 怎麼會這麼乾淨 是很愛護這台車嗎 也沒有 只是說我們定期會騎哪 這台大概跟人懂得多久 大概四年了 那一定有很多夥伴的回憶對吧 有有有載過真的非常多人 然後也出過很多事情在這台車上 我邊收邊聽我會假裝我不在意 你可以放心跟我說 好 是有婚外 還是 你這麼一說還真的有 啊 車子是一個 跟異性最容易 one by one的談話 然後之間的那種情感交流 就難免啦難免啦 只有情感上的嗎 對 沒有肢體上的 肢體上的 當然也有 你是不是在裝清純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 欸等一下 怎麼了 才剛講到我就在裡面發 靠 等一下 這是誰的 這是師母的嗎 這是師母的嗎 這有點難解釋 裡面所有都是很硬氣的東西 要裝哪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 欸這個可以先卡一下嗎 這段可以不要剪進去嗎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個剪輯師 就是我 好的我看情況 那所以剛才那個是 也沒有啦就是 這是師母的啦 欸對啦 好啦好啦好啦 是不是 好啦好啦 繼續清垃圾 好看一下後座的部分 後車廂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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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婚要玩的玩具 對我兒子要買給我兒子的 欸有點感動耶 對然後 因為 你是在經營反差農是不是啊 沒有啊 今天還在講別人女人 然後 因為我們算是真的渣男嘛 但是也真的愛小孩啊 這不衝突啦 喔喔是 對阿 不要那麼你直氣壯狂的那件事情 不是啊什麼時代了對不對 我們還要道貌萬人嗎 不用好不好 愛小孩是真的愛對不對 重情重義 重粉味也愛小孩 好啦 那就這樣子 我們就 開始把它裡面 吹一吹吸一吸 OK 小朋友的環境呢 一定要超級乾淨 剛才東哥說要體驗一下 蜘蛛洗車 要要要 對那就讓我來告訴你 什麼叫做蜘蛛洗車的魅力 香車配女人 完全太期待了 香車配渣男 不渣啦 亂講話 東哥做效果你還以為是掙扎 是真的 低壓進水 好現在先把它弄濕這樣 對沒錯沒錯 他要先濕一波 好 既然讓我們大老闆來做這件事情 怎麼會這很好的體驗啊 喔真的嗎 對啊 欸其實我跟你講 雖然說剛東哥在開黃腔 但是呢其實我真的是非常的敬佩東哥這個人 喜歡我開黃腔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這種要求我第一次見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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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呢其實我之前有看那個 浪子回頭那一集 講了很多就是我覺得 身為經營一間大公司的理念 沒有大公司小公司啦 我們新媒體也好 做音樂也好 藝人也好 這都叫做人心的事業 你要有辦法抓得住這些藝人的心 然後你也要了解他的需求 然後你要知道觀眾跟市場喜歡什麼口味 人心是很複雜的 還是我們剛才改行來洗車算 感覺比較輕鬆 我很感動的一點就是 就東哥他不會隨便的跟旗下一人說 欸我我跟你講你跟著我而對了 我會給你全世界 喔那就畫大筆啊 欸我們前輩都是這一種的啊 通常可能經紀公司就會跟你說 欸你早跟我做我就會給你多少工作啊 對啊 就是東哥不是這樣子 因為整個市場跟整個媒體生態 日新月異 你根本哪有辦法去預測說 下個禮拜會爆紅什麼 連明天是什麼都不一定知道 那你哪有辦法去guarantee說 你這個人未來簽給你五年十年 然後他會變得更好 太困難了 所以我們還是實事求是將有的 所以東哥那時候講了一句我很感動 因為梓婷說他想要衝 東哥就說你那個不實際 如果你跟其他人說 你就義無反過衝就好了 但是如果當你身上有要背負的東西 像東哥他有小孩 有員工要養 對啊 如果你直接衝了你不顧他們 明天沒工作了 那這些人怎麼辦 確實啊 所以就是現實要過 理想要有 這個我真的是也是滿有感的 因為我也是要養家的人 如果能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大家會很快樂 但是呢還是要顧及現實層面 對啊 老闆的思維其實不是說 我們今天賺多少錢 而是我如何讓這個事業 能夠繼續經營下去 然後讓更多的人 可以從我們做的這些事情上面 得到事業的發展跟成就感 對不對 這個是很基本的 好帥 不容易 對 不容易 想到都快哭了 對啊 其實平民正義務所來很不容易 對不對 你那個養家這個故事 我上次訪問你的時候 我回去再看VOD 還看到哭 蛤 你認真 我兒子在哭 要喝奶奶了 把我的感動還來 那我們就刷完一圈了 沒錯 你看 這種事業下來做 敬佩 這哪有所喜的車而已 太浮誇了 到底要多真能量 全身汗 洗車就很快樂的事情 精神時光無限 真的假的 喔天啊 好來擦車是不是 從這邊 喔 你有在加油站上過班是不是 很厲害耶 有沒有 很厲害耶 上次學的 上次學的 這個車也跟了我們東哥三四年 四年多 也四年多 所以也真的是一起經歷了很多事情 對啊 就是因為車就是一個很好的條理啊 它就是可以讓你跟你身邊的這些好朋友們 可以不受到物理的空間的限制 可以去到任何地方 但是我遇到很多年輕小朋友 就是剛簽約的 然後來 然後第一次做老闆的時候 我載他們去哪裡這樣 欸很多人都不懂的 就說老闆在開車 你要坐前座 蛤他們都坐後座喔 很多坐後座 真的假的 對啊 我都會調侃說 請問一下是這個空調冷鏡還可以嗎 需要充電線嗎 然後他們就會說 還可以 給我一個五星好評 我以前只是不好意思講 後來我發現說 我不想是害他們 所以我後來都會講 哦 做人啊 對啊 我懂啊 我都會坐前面好不好 你懂嗎 我懂啊 我都會坐前面 有啦 他很懂事啊 都還會拍洗車西瓜 有夠懂事的 我是懂事的女孩 洗 雨刷 天啊連你雨刷都有照顧到 沒錯沒錯 專業 真的也平常有在插喔 大功告成 明明真的是太厲害了 拍起來應該是挺亮的 不是挺亮的 這已經是必美專業驚喜這種 太吹了太吹了 他會被罵了 太吹了太吹了 他會被罵嗎 誰捨得罵 YouTube觀眾都很捨得 在地向導給一顆星是不是 那要幫我評分一下 真的嗎 先不要用吹的 不能吹 不能用吹的啊 我們實話實講好不好 好 如果我是正在路邊 找一家洗車店 傻傻的開進去 然後這樣完成整套服務 我會給五顆星 為什麼 真的假的 就跟檳榔西吃的概念很像 買結冰水 重點不是結冰水 沒有啦 不行啦 沒有啦真的很認真洗 因為你連雨刷都有照顧 現在是商業互吹時間嗎 好的就是在我們這個自媒體 一起努力的路上 東哥講了一句話我超級喜歡 哪一句 就是什麼叫做贏 那是紫婷問我的 你覺得什麼叫做贏 在做這個行業什麼叫做真的贏 我覺得是堅持 堅持是不是 跟我的想法一樣 拿到一個什麼獎項 或是說訂閱多少 他其實永無止盡的 對 那什麼叫做真的贏呢 就是當你很努力的往前走 身邊的這些競爭者 一個一個開始倒下的時候 你堅持到最後 那你就贏了 對 超級帥 你看現在很多 百萬youtuber都已經 逼 下一個百萬對不對 堅持到最後的就會贏 對 真的就是這樣 就是堅持不要倒下 自媒體這條路非常非常的長 非常多人湧進來 但也非常多人落下 跟自己賽跑 所以我們就要當 就算跌倒了 還是要站起來跑的那一個 我覺得你跌倒站起來跑的話 會比別人好看很多 今天超級感謝我們的 唯有音樂老闆 謝謝Kindy 謝謝各位觀眾 謝謝Kindy 好的 那下一集還想看我幫誰騎車 可以下方留言 我不一定請得到 感謝 謝謝 謝謝 讓我們一品無喜 車企劃第一集 完美結束了 耶 我是PinPin 我是東東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